黄姓的发源地黄国有火神之子陆中的后代建立 位于今天河南黄川一带 春秋时期黄国被楚国所灭 臣民不忘故国以黄为姓 他们大部分流散到楚国 黄冈、黄皮、黄梅等地都是因黄室迁居而得名 提到黄姓不得不提及号称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 他在楚国为相二十五载政绩卓著 上海的黄浦江就曾因他的治理名为黄歇浦、春申浦 申也因此成为上海的别称 后来黄姓随着战乱逐渐难迁 明清时期又迁往台湾、东南亚等地 今天黄是台湾四大姓氏之一 有道是陈林伴天下、黄正排满街 既然是德国调子 冠多数年的离居 然后是华城掌 传光灯 说明清时期又迁就在这儿 作为美等 今天的牵师 就是